盡量避免,尤其是你要把某個ecell檔給別人去幫你輸入一些資料的時候 盡可能的可以把該保護的保護起來 這樣的話可以避免掉很多的麻煩 不然他回來給你的東西,你會發現真的慘不忍睹 然後你要跟他再溝通 有時候倒不如前面先把需要鎖定的部分鎖起來 接下來我們會需要按一個按鈕之後 自動幫我把所有的東西通通都放在新的工作表 就是這邊有個消耗明細 消耗明細裡面就會有這些欄位 當然基本上我這邊預設是把總共八個欄位裡面的資料想要存 當然你還可以存更多,因為底下還有明細 如果你明細要存的話,明細也可能要再多增加 看幾個欄位,反正一個蘿蔔一個坑 它有點像怎麼樣,把這邊的資料幫你抄過來這邊 抄過來在哪裡呢? 抄過來在這一個的最下面一列,再加一列 有沒有,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知道哪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應該都會吧 從那個,你也許從A2裡面向下,Ctrl向下,偵測到,再加1 所以,也許你有一個變數叫R 這個R的話是取得到底最下面的那一列 是哪一列,那一列加1 就是我知道要放在這一列 然後放在哪一欄呢? 放在A欄到H欄 放什麼東西呢? 放前面這個工作 這個這個裡面的什麼呢? 包含就是說呢,它的這個放單號 這個放A欄 然後再來是,訂貨日期這個 放B欄 這個放C D E F G 最後這個H 總共會有八個欄位 當然這一題 裡面我沒有講到這邊下面的東西 如果下面東西你要把它放過來也是可以的 只是複雜度會比較高 我們先來看 上面有八個資料要放過去 要怎麼做 那這個邏輯裡面 大概會有幾個 第一個 我按下新增的時候 比如說我今天 我已經選了這些東西 然後已經把資料稍微挑好了之後 那我這些東西都做完 自動化也都沒問題 而且都保護了 按新增 那新增我需要知道幾件訊息 第一個 剛剛講的第一個 那個最後一列在哪裡 把它加1 下面那個 第二的話就怎麼樣呢 其實 我其實可以不用切過去 我只要用什麼 用那個序值物件 就可以指它 指到 這一個工作表裡面 的範圍 記得就是說 要被寫過去的寫在前面 要寫什麼寫在後面 所以這邊的話總共會有幾個 這個是Range B2 這個是Range D2 這個是G2 然後在B3 這個是C3 這個是G3 然後再來是B4 這個是G4 會有這些東西 那我用Range 因為一般的話 會 如果是比較固定的位置 就用Range 那我的寫法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把這個給各位 因為這前面有些都寫過 程式寫完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個 我會先在模組裡面 一樣先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 Module 1 再來的話呢 我再插入一個新的程序 這個程序 叫新增資料好了 也許之前我好像叫訂購 不過後來我覺得 或者叫什麼名稱都可以 我叫新增資料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 我要做什麼事情 1 判斷在哪一列 2 輸出資料 3 清空資料 4 把單號加1 大概有四件事 那這四件事怎麼做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要知道說 它現在最下面一列 那我這個時候呢 我不切過去 我直接怎麼樣 在這邊做處理 我就告訴他說 你幫我找一下 就是 Range的消耗明器裡面 A2裡面是不是空的 為什麼要知道A2是空的 因為如果A2是空的話 那表示怎麼樣 這個時候完全沒資料 那完全沒資料的話 要從哪一列開始 那當然從第二列開始 我怎麼知道空的 就判斷什麼 判斷A2裡面是不是空的就夠了 因為A2裡面如果是空的 那基本上後面也是空的 那我就判斷說 那我就判斷說 A2 不是空的那從這一列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我就從A2 Ctrl向下 再把它加1 所以知道R的位置了 OK 第一個 我就知道列號了 所以第一個是判斷在哪一列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前面應該有講過類似的 第二的話就是怎麼樣 從銷貨單裡面呢 幫我把資料 帶到